大舅母 苏木槿又惊又喜 她果然没有猜错 方才对面马车旁 那嬷嬷虽然字字句句 说的都是苏家的不是 可是对娘亲 却极为推崇 与其里还带着 显而易见的敬重 再加上孙嬷嬷 喊那一声大姑娘时 嬷嬷惊喜的反应 都不是外人能表现出来的 外家 明日就是母亲的忌日 今儿个和她一并去念慈寺 除了外祖母家的人 还能有谁 可苏木槿也没有想到 竟然是大舅母 亲自牵来 还为了她 指责流逝的不是 苏木槿一抬头 就瞧见了大舅母 温和慈爱的眸子 见此 她眸子不可抑制的 就是一红 舅母 乖孩子 这些年 你也受委屈了 苏木槿的大舅母 也就是吴氏 瞧见苏木槿 酷似小姑子的面容 一时忍不住 红了眼眶 初柔未出阁的时候 是府里 最受宠爱的大小姐 却难得的 没有半分大小姐的架子 待她这个嫂嫂极好 她当初自江陵远 嫁进楚家 多亏了小姑子 日日陪着她 她才忍住了 家里的各种不适应 婆婆代她 原本就好 瞧着她和小姑子交好 待她更是多了几分宽容 几年下来 她跟楚柔情同姐妹 无话不谈 当初 楚柔喜欢上苏青云 她便是第一个知晓的 此时 瞧着 酷似柔二的外甥女 不由得再次想起 那个芳华早逝 风华绝代的楚柔来 她瞧着苏木槿 瘦血的尖头 和这两年 因为营养不良 而有些过于 苍白 潺弱的脸色 又想起方才 不过是刘氏身边 一个小小的婆子 都敢对她这个 外甥女 大吼大叫 心中就浮起了怒气来 若是让老太君知晓 柔二的女儿 竟然受了这般的委屈 还不知要如何心疼 越想越怒 无视眼神便凌厉了起来 望着一身雍容华贵的刘氏 她眉目陡然一沉 语气却十分沉稳平缓 带着大家女子 该有的贵气和凛然 我楚家的外甥女 也是你一个 济世能欺辱的 刘氏却是一愣 脸色有些发白 她倒是没有想到 那普普通通的 马车里端坐的 竟然是楚家的人 这样的日子 不用想也知道 他们来念此事 是做什么的 自从楚柔去世到明日 整整四年光景 这四年以来 楚家的人从来没有过问过 苏家的任何事情 就连苏木锦三姐弟 也从来没有来探望过 她以为楚家早已放弃了 他们三姐弟 所以才一直待他们极为苛刻 可现在瞧着根本不是这样 若当真不在意 又怎么会在这样的日子 来念此事 又怎么会给苏木锦出头 可是她还不想死 根本就不敢开罪楚家 面色微微一僵 刘氏放低了姿态 扯着嘴角 不自然地笑笑 原来是旧老爷家的马车 这可真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一家人不认的一家人了 说着她已经狠狠地瞪了孙嬷嬷一眼 低迟道 大姑娘是嫡长女 在我跟前训斥你 你听着就是了 竟然还敢还嘴 我瞧你这个死婆子 当真是一点规矩都没有了 还不快跟大姑娘赔罪 苏木锦冷笑不止 这话明面上是在训斥孙嬷嬷 那里的意思却是在说 她不懂规矩 越过继母训斥她的婆子呢 她也不辩解 稀济地瞧着旧母 无是哪里听不出流逝的言外之意 文言便冷下了脸 讥讽道 哼 现在这世道真真是人心不古 路上碰到的小猫小狗都来攀亲戚了 我楚家可没有姓刘的亲戚 你也不用指桑骂怀的 明儿个回了府 本夫人便去把儿等下座之人 坐下的下座之士禀报了老太君 老太君最疼爱的便是柔儿 你苏家却连一个下座婆子都敢欺压到我们表小姐的身上 我倒要瞧瞧你们苏家如何应对老太君的怒火 夫人误会了 刘氏盲解释着 暗地里对付苏木槿和明面上对抗楚家完全是两回事 他斗得过苏木槿 却绝对不可能斗得过楚家 那可是京城中正正经经的名门望族 眼看着吴氏眉目越发冷然 刘氏慌乱着解释 夫人真真是误会了 夫人也知晓 我子嗣艰难 自从姐姐先逝之后 我带大姑娘二姑娘和小少爷视如己出 疼爱还来不及 怎的会让下面的人做见大姑娘 实不相瞒 这孙嬷嬷是昨儿个刚刚从娘家带来的嬷嬷 还有些不懂规矩 孙嬷嬷也知道 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脑门上都冒出了一层细密的汗 听到刘氏这样说 他啪啪的 自己打了自己两巴掌 奴婢有罪 奴婢不懂规矩 得罪了大姑娘 还望夫人海涵 今后奴婢再也不敢了 吴氏却依旧冷着脸 瞧也不瞧婆子一眼 只怜惜地握住苏木锦的手 锦儿 是叫锦儿对吧 当初你娘亲曾经说过 若是德女便取名为锦儿 希望女儿能一生滑贵幸福 却没曾想你娘亲早逝 让你受了这么多的苦楚 脑海中浮现出娘亲慈爱的毛子 跟此时大舅母的面容 奇异地重合起来 苏木锦只觉得眼眶一热 便有水滴划过面颊 自前时起 她便独自坚强太久 重生以来 知道苏家要面临的情况 偏偏苏家继母如狼似虎 祖母阴险难测 嫡妹心似如海 她每时每刻都绷着神经 生怕一个疏忽 便让苏家一夜之间满门抄斩 她不心疼旁人 只爹爹和葱儿叫她放心不下 所以她争 她逗 她夺中溃 害继母 一直以来都是孤军奋战 如今瞧见旧母目光中的心疼怜惜 她心里那道冰封的墙 没得裂开一道口子 仿若涌进了夏日的阳光 又或者是流进了潺潺的温泉 心一瞬间便温软了下来 她什么也说不出口 只哽咽着 惊患了一声 敬母 乖孩子 巫师早早地预料到苏木槿的处境 年幼丧母 她的祖母又是那般小门小户出来的 眼皮子浅 除了眼前的利益 什么都瞧不见 而对于苏清云这个人 她已经彻底的失望了 想想也能知晓 这孩子这些年过的是什么日子 她也劝慰过老太君去瞧瞧锦儿 起码能让苏家的人有些忌惮 可是老太君自从柔儿过世之后 便恨上了苏清云 连带着 连留着苏清云一半血液的外孙子和外孙女 也都记恨上了 尤其是柔儿 还是难产而死 更是让她恨极了这几个孩子 因此 美美化到了嘴边 便又咽了回去 现如今亲眼瞧见苏木槿的处境 她再也不能坐视不理了 别怕 无视眉目凛然 语气吭腔 今后有楚家给你撑腰 我瞧还有谁 敢欺负我楚家的表小姐 感谢观看